扑口游戏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行规 转型线上要将盲柱缩小5到10倍 急速桌一小时300手 节奏起飞 玩家吃卧虎藏龙 不分贫贱尊贵 任你线下是什么蛇神牛鬼 来到线上也难免大喊归鬼 那些成功站稳线上最高级别的人物 个个都身怀绝技 让人望而却步 泡杯咖啡点点鼠标 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关机躺平刷刷签算 是对他们最正意味的战术 而在这些顶尖大神中 又有一位让其他pro相形见处 当别人还在思考下注的具体尺度 他已经开始用GTO策略在牌桌上暴墓 挡住ID你会觉得这是对扑克的亵渎 打开Solver才发现原来是我不学无数 下面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 最接近AI的人形自走Solver 价值下注转炸糊的代言人 可根可气可凹印困境的遭遇者 顶Tribe三条街不加注的控制机器 常规桌和MTT锦标赛两开花的天才 拥有A股梦寐以求盈利曲线的怪物 他就是被誉为线上常规桌最强玩家的Linus Longlinger 当然我们更熟悉那个让所有玩家都畏惧的头像和ID 粉色恶魔Linus Love Linus 1995年出生于瑞士 在高中毕业后的时机中 Linus第一次接触了在线扑克 18岁的少年立刻被与人博弈的乐趣 和赢得底色的多巴胺所吸引 放弃了打工人的生活 并决定成为全职牌手 与大部分中二少年一样 Linus在扑克论坛中发表了一篇帖子 他写道 我目前19岁 刚刚接触扑克 在NL时有15个buying 希望每天打3到4个小时 并且在年底前攒足240刀 进军NL16 哦对了 我的ID是Linus Love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Linus一个人提着笔记本 搬到了MELTA 从0.25 0.5刀的级别开始专心打牌 据他曾经的社友回忆 Linus经常把自己整天 关在卧室里 除了吃饭和睡觉 就是打牌 研究和背诵骚文 也正是这一种 近乎疯狂的纯粹 让Linus Love的ID 在三年后的2016年 出现在了NL5000的牌桌上 并在随后的两年里 Linus画出了一条 极度性感的盈利曲线 并最终成功一跃 站向了200 400刀的线上最高级别 而这个级别 在视频开头介绍的 1比10的辉率换算下 已经达到了线下 常会做的天花板 传奇扑克黑山战 24000欧的帮助级别 哦对了 Linus同样被邀请参与了 这场比赛 同样赢了个盆满波满 2016年 在前往伦敦 拜访朋友的途中 Linus抱着纯娱乐的态度 第一次参与了 2000英镑买入的 UKIPT锦标赛 然后就夺冠了 此后每当遇到下风 Bankrow受损 或者可能降机 他都会去参加MPT 换换口味 虽然嘴上说着 只是娱乐对冲 但Linus的身体 还是非常诚实地 将他频繁带进FT 他一共在锦标赛中 赢得了180万刀 更重要的是 MPT让Linus 从屏幕后走向舞台前 开始向世界 直播他可怕的技术 上帝视角看牌 难免指手跨脚 但看Linus打牌 只觉自己猜得抠脚 猜不透的是 他下条街的下注技巧 看到后都会拍腿称赞 卧槽真屌 零下底池 对他已如同探囊取物 重点是为观众教学 翻后的技术 你绝不会质疑 他犯了错误 谁叫他的ID是 Linus Love 让我们一起看看Linus老师 跨过的重点 在River手持六七十三队 可跟可气 可all in Linus教我们 利用阻挡牌 去all in诈呼 面对连续两条街的超持下注 Linus教我们 对抗激化范围 又没有踢脚的顶队 抓住诈呼 有力位置击中三条cooler 连续跟住不加注 Linus教我们 如何判断对手 不是诈呼 手持没有踢脚的中队 下注四分之一抵持 Linus教我们 打极限薄架纸 不让对手诈呼 单挑抵持 中Trips A 连续开三枪 被加注 跟住收下 十四万刀的 生涯最大线上抵持 Linus教我们 奶奶牌根本 不需要诈呼 在其他的 线上高额手牌中 Linus同样 以身试法 教会了我们 如何用垃圾牌三逼 砰砰砰 打三枪被抓 输光光 如何在双攻队排面 用面嗨 强行讲故事 被K嗨逮捕 输光光 如何用三条 在花顺攻队面 硬抠五倍底持的 Chakris All-In 输光光 如何用 R5S 坐过山车 Open 靠三逼 种天花 出攻队 最后 还是输光光 调侃归调侃 Linus仍是世界上 最成功的 扑克玩家之一 在2016年5月 到2018年4月的 两年时间内 Linus在25 50刀以上的级别 一共打了14万手牌 共为他带来了 144万刀的盈利 他的牌区中 经常会出现 反直觉 但正依偎的行动 所以也被誉为 人形自走solver 最像AI的选手 例如这手牌 Linus合牌的价值下注 被Greenwood加注 Linus利用范围优势 做出了三败的诈呼 可能大部分的朋友 都很难理解这个行动 但当我们真的 打开solver 才发现在 这一片的跟注 和气牌的范围之中 他是多么可怕的 精准地 选出了这个 三败的诈呼的组合 斗胆总结Linus 我认为 Linus的成功 除了勤奋和天赋 更代表着GTO理论 对传统扑克的革命 正如同第三次 工业革命带来的 生产力跃迁 solver工具同样 颠覆了扑克学习领域 一级的大数据和算法 让后solver时代的玩家 可以对着电脑 用一下午的时间 学习老一辈扑克人 一个月的经验 Old School的牌手们 像手持冷兵器 无力呐喊的士兵 被大数据和算法 统计 理解 并迅速剥削 而以Linus 为代表的GTO牌手 用装有solver的笔记本电脑 轻易就撞碎了老一辈们 用书本和晶体管电视 雷起的高墙 开创了扑克的新时代 我们无法知道 什么新的理论 会在未来颠覆GTO 也无法知道 谁会是取代Linus的 下一个天才 但我们知道 天赋 加热爱 加努力 再乘上一点点 时代的红利 是实现跃迁 永恒不变的公式 以上就是本期 Linus人物制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键三连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 留下你想看人物的名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HY 我们下期再见